今天下午呢,我们进行我们大师公开课的最后一场,我们荣幸的邀请到了著名的二湖演奏家,也是我们二湖界的老前辈的这个学长德老师,他呢今天将就京剧唱腔的演奏为我们传真经,讲讲他这个专题,他 他研究了几十年,他的演奏的这些要领,那么也配合他的教学吧,之前呢我们学校的本科二年级学生黄小琴呢,也去到学长德老师那儿去学习了两首京剧唱腔的演奏,那么在今天呢,也作为一个教学的模特现场呢,会演示这个京剧演奏的一些专题。 我想,徐教德老师,大家都非常熟悉,但是呢,可能不一定大家能有机会听他假京剧唱腔的演奏,就在上一届呢,我们做了一场呼腔化的演奏的专题的音乐会,在那场音乐会当中,徐老师演奏了两首京剧唱腔是满堂彩,那么音乐会结束以后呢,也有很多同学 特别想听到,徐教德老师讲京剧唱腔的演奏是怎样一回事儿,我想这后面有很多的故事,还有很多的要理,很多的学习背后, 就让我们需要去了解的事情,那么就需要徐教德老师亲自跟我们来讲授,来演示,我们才能明白其中的这样的路数,那么跟我一样,大家都非常期待,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徐教德老师。 徐教德老师,其实在座的基本上对我还是有所了解的,我认为我还是中国最后一位小医人,当然是了,我也有丰富的实践经验, 徐教德老师,但是呢,对不起大家,像这样的学校我也没上过,这两根弦呢,太难了,太难了,太难了。 徐教德老师,这两根弦太难了,我也不能说我都认识它了,如果那么容易就认识它了,我想这个事业也就不要再发展了。 徐教德老师,是吧? 徐教德老师,他本身已经都好几千年了,所以呢,我们,我叫做千日笛子百日香,一把胡琴拉断药,一无止境,哪能有说,哪有头啊? 徐教德老师,好像是没头,是吧?还要继续努力。今天这个本身的这个,让我坐在这儿来讲,我就,我就有点发怵,是吧? 徐教德老师,因为,我虽然是有一定的实践经验,但是真正的,上升到理论上,是吧? 徐教德老师,用非常简洁的语言,非常简单的办法,告诉大家怎么样驾驭这两根弦。 徐教德老师,那我觉得好像是这一辈子,咱们大家都继续努力吧? 徐教德老师,我呢,我也不是完美的,人的本能都是向上的,都是希望把这两根弦当得更好,修身养性,做人也做得更好。 徐教德老师,但是呢,没有办法,就是要只有一个办法,继续努力吧?不断地对自己要有所要求。 这个我拉精细呢,直到今天,是七十年代,到现在已经都四十多年了。 我这个人呢,比较死心雅。七十年代充气,当时,是吧? 我也不知道怎么中央大伙就说呢,要摸底,是吧?看我们民族庆悦到现在怎么样,是吧? 今后怎么办?是吧? 当时呢,当时呢,就调了,调了这个二胡呢,我跟美国分。 琵琶,刘德海王范蒂,古征,向思华王昌元。 啊? 嗯? 啊! 是吧? 古琴,对,还有两个古琴, 实话实说。 明年我现在已经, 明年我修岁就八十了。 所以有的时候脑子又不会特别好使 另外我由于上学上的少了 我有时候说话就不太 心里想着有个嘴唇说不清楚 宋飞给我出的这题 我也做了点准备 当时呢 当时呢这些个人 到那儿去的 一人给我们一个盘 这个什么盘呢 就是那些个老戏 我们一人一个录生机 你就放 而后呢你自己想办法 还有给我们请的几个老师 像李木良啊李世纪 李世纪先生也 前一天也走了 就他给我们说 他就怎么说呢 这话不应该这样 这样是啊 你自己再去找 就这么样 我这个人呢 后来经过不到两年的时间 就解散了 那會兒給我們把關的是誰呢 徐慧勇 不到兩年的時間後來解散了 我這個人比較死心眼 我覺得當時說的是就是默默地 看看我們這個民族企業今後怎麼發展 我那個本 我那小本在後面沒拿著 我今天也帶來了我當時的四十年多年前的 我當時的記錄 所有的記錄 我哪一段哪拉得不好 應該怎麼著應該怎麼著 我把那個記錄也帶來了 宋輝讓我講關於精細 我也簡單地做了點準備 這博大精深反正覺得挺難的 但是我有一個最大的好處 我這個人比較死心眼 因為當時經過試練 二胡的效果最好 我回來以後呢 經過這四十多年 我可以說是一直都沒放下來 所以最後前幾個月就出了一本這個 我用二胡唱的 唱精細 唱了十八段 而且我用二胡 我沒有 我沒有 沒有苦子 我就是 手上拿著詞 聽著原版唱腔 一句一句地唱 一句一句唱了以後 然後跟著 在琴上再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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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到去年 最後一段 就搭在西小伯先生的最有名的唱段 《白帝城》 最精彩的那一段 我什麼也葫蘆不下來了 結果我就葫蘆一段 比較簡單一點的 是吧 這就是我 是吧 所以今天呢 我想呢 我把我這四十年的吧 怎麼過來的 我怎麼摸的 是吧 跟大家做一個匯報 說是學精細 用二胡來唱戲 實際上呢 這個辦法 我也總結了一些順口溜 我想呢 就是我們是不是 我說的這些呢 以後我們拿別的戲曲 甚至於拉歌 我們都可以借鑒這種辦法 是吧 一會兒我也講的這個窍門 我想呢 待一會兒呢 現在我馬上先講這個 關於這個 關於這個 京劇唱香音樂的這個專題 我是怎麼學的 我是怎麼認識的 為什麼二胡不要拿精細 然後呢 請那個黃曉琴 黃曉琴最近也跟我學了 學了學啊 我們一塊 一塊來共同來研究 來共同來拉一拉 來學一學 研究研究 是吧 這種學習方法 最後呢 我給大家放一個 我十一年前 因為當時我是從一五十五年 這是十一年前 今天我已經算是從一六十六十多年了 那會兒呢 我拿了兩段精細 當時的實況 當時整個全場晚會的主持人們 是從非 是吧 最後呢 給大家放一放 我當時拉的那兩段唱腔 然後呢 咱們就算結束了 一無止境啊 這玩意 就學習 是吧 我哪兒講得不好 還希望我以後 是吧 應該怎麼樣 講得更好 我也希望聽大家的意見 因為我就是這麼成長過來的 我從一個不懂事的孩子 十二歲當兵 一直是 就是這幾十年 是吧 領導的關心 專家的指導 是吧 和觀眾對我的這個希望 就這麼成長過來的 加上自己的努力 二胡拉精細不是目的 主要的還是為了豐富二胡演奏手法 呦 這裝得太危險了吧 在開始 京劇唱香音樂專題教學之前 我先講兩個問題 一個是為什麼要學習演奏 京劇唱香音樂 再一個就是如何學習演奏 京劇唱香音樂 第一個呢 就是為什麼要學習演奏 京劇唱香音樂 京劇是我國最大 傳播最廣的戲曲 劇種之一 從四大揮班進京演出 與昆曲、漢劇等劇種相互影響 逐漸形成了京劇 至今已有二百多年的歷史 成為我國民族 成為我國民族議員中的一隻奇馬 具有全國乃至世界影響力 被譽為國粹的一門美麗的藝術 京劇 京劇以唱、念、作、打等為其表演手段的戲劇 其中唱是第一位的 所以對京劇演員通俗的教法是唱戲的 觀眾到劇場去觀看京劇是去聽戲的 最近我還聽說 有人說 京劇的腔、廚師的湯 你唱得好不好 關鍵在這個腔上 你廚師 你怎麼好了 你看你把湯做好了 那才叫高 那我想 如果二胡之聲酷似人生的話 那既然他酷似人生 那是不是我們從中 為了豐富二胡的演奏手法 我們是不是 把這個歌也好 戲曲也好 那就不只是京劇了 包括地方戲 因為我過去呢 我從那回來以後 我曾經在台上 也拉過河北方子的大燈殿 金牌那地要來 鷹牌表 鷹牌 是吧 山西方子 打金枝 走上街來 車路易 在叫上 這個我就在台上拉過 同時我也還拉過平戲 是吧 火紅的太陽 出東方 出東方 微風吹來 白花香 是吧 小兒我領了棉花 回村莊 是吧 像這個我曾經在台上也都拉過 所以後來 有的人說 有的人說 說 徐蔣德 馬青歌唱性比較強 還挺有味兒 那 從哪來的呢 我覺得 是不是跟這流有關係 啊 京劇的唱腔 可以說是匯集了我國 南北民間音樂 和地方戲曲的精華 使他的旋律 豐富多彩 細密感人 不論是土字 形腔 潤色 韵味 都具有 豐富的音樂內涵 和精妙 微細的 藝術表演手法 每段唱腔 都是特定的情景 和人物思想情感的表達 由 憂 思 喜 怒 悲 恐 驚等各種鮮明的感情色彩 賦予音樂唱腔 以強烈的藝術感染力 所以 學習演奏 京劇唱腔音樂 是繼承中華民族傳統文化 豐富音樂與會的積累 是發展二胡演奏手法 提高歌唱性演奏技能的重要手段之一 讓大家商量 我這個看法不一定對 我這個人 我希望爭論 好好好 其實被我都 這麼說 何必呢 是吧 其實呢 我們都不要自己騙自己 我們這兩個想法太難了 是吧 巴木德的趕快去學點好東西 來封起自己 京劇唱腔音樂 是民族契樂演奏 特別是二胡 取之不盡 用之不竭的 學習和借鑒的寶庫 這是第一個 那為什麼要學習驚喜 那我剛才說了 我這幾年也不只是 我驚喜 還有別的 包括我們其他的地方 是吧 甚至河南方子呀 甚至民歌呀 是吧 既然二胡之聲 酷子人聲 就是說 凡是人聲 能夠唱出來的 我們都可以去摸索摸索 來豐富我們的 二胡演奏手法 說到這兒 我忽然想起來 五十多年前 我們有一次去日本 晚上呢 讓我們去欣賞日本的民謠 什麼齒巴呀 什麼的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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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但是呢 还没怎么着呢 人家日本的没有几个乐都跑得也差不多了 这怎么回事 别耽误我们这中国民族乐器 等以后我们 要那么好 也没有什么观众听了 那儿就太可怕了 我当时我就这么想 这不是跟我们说是古老的乐器吗 所以我觉得呢 有时候想起这个呢 心里边也有点后怕 如果我们不把中国的 民族的二胡之声 酷四年声的这个乐器 我们把它好好的 丰富它 传承它 我觉得也危险 另外我也隐隐约约有的感觉 就是我们近年来 我们这个 二胡的手法 二胡的手法 比原来单调的 原因就是韵味不太浓了 是吧 所以我最后的 我斗争半天 我最后的最后 我要把我 这些年编的很多的顺口溜 我也要跟大家讲一讲 这是第一个 就是为什么要学习惊喜 第二 二胡之声 酷四人声 从二胡这件乐器 本身的构造来看 它是木质 皮面乐器 具有音色柔美 醇厚的特点 它没有品 没有纸板 两根弦是玄空的张力大 好像是人的声带一样 发音流畅自如 从而产生了二胡特有的演奏技巧 和丰富的演奏手法 可以说中外所有拉弦乐器中 二胡特别是左手的演奏手法 是最丰富的 我们不能过于追求所谓的高速度 高难度 而忽略了二胡特有的 它丰富的演奏手法的学习和提高 因此不能丢掉它 最后我要专门 我要说 我总结的学生的串口流的第一句 就是揉抹花打压电颤 我们看到我们现在的 有时候好像是 没感觉到二胡特那么丰富 还有这么多的丰富的手法 每一个字 就可以写成好几篇 比如说揉 抠揉 滑揉 大鸡揉 蚩道揉 银揉 像杨老师他们 他们那时候六十年代 五六十年代 那时候在学校学的时候 那些的老先生教他们 那种手法就是不一样的 从二胡的发展历史来看 胡琴在发展成为独奏乐器之前 最初就是为戏曲音乐 曲艺说唱音乐等伴奏的 并且是主奏乐器 担负旋律声部的演奏 你们看啊 咱们回忆一下 咱们国家的所有的 从南到北 从东到西 凡是戏曲说唱 那主弦都是胡琴 有高虎 有坠虎 有什么山西方子 那叫什么虎 反正是 总而言之就是 因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 他这两个弦 他是玄空的 他像人的两条声带一样 人能唱出来的 我们应该是都能走出来 我那个老头是拿提琴的 我说 我说 我说光总 你说 咱们实话实说 你说 你们那个荣誉 还是我们这个荣誉 我那老头说 说实在的吧 你们这个 是比我们这个难 就是因为你们没有制版 没有制版 没有品 所以你们客观上 对你们的要求 也是要像人唱出来的 是吧 他就可以戏曲 他是作为主持人 他能够拖呀包啊 是吧 一下他就把整个乐队都带起来了 胡琴在发展成为独奏乐器之前 最初就是为戏曲音乐 曲艺说唱音乐等伴奏的 并且是主奏乐器 担付旋律声部的演奏 并与演唱者密切配合默契一致的 这些都说明了 胡琴的演奏像人声一样 凡是人能唱出来的 二胡就能演奏出来 所以学习演奏 所以学习演奏 京剧唱腔音乐 二胡具有独特的有力条件 也可以说是得天独厚吧 第三 我从事二胡演奏事业六十多年 不少音乐界的同仁和各界的朋友说我 演奏二胡音色好 富于歌唱性 当然这是对我的褒奖吧 回顾我的音乐历程 我的成长是得益于长期的舞台实践 除了演奏二胡曲之外 在完成工作任务中 接触了大量的民歌 及尝试用二胡演奏 平戏、河北邦子、山西邦子等等戏曲 在长期为歌唱伴奏中 获取了丰富的歌唱性演奏经验 特别注重唱中国琴 走中国味儿的追求 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幼年时就受到京剧艺术的熏陶 这个确实是 回想我小的时候 因为我生在北京 我小的时候呢 那真是 那个收音机走哪 就是大概都播送两个 一个是京戏 再一个就是戏曲 再一个就是戏曲和曲艺 说书的 是吧 很多呢 那个人呢 就在那个 比如说茶叶铺 上班台有一个喇叭 完了好多人 就坐在底下拿着扇子 就这么听他就过瘾 他就过瘾 当然是因为我呢 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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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祖父母 祖母他们都是满足人 在七十年代 又有幸 参加了民族契乐 学奏 学奏京剧唱腔音乐的 录音组的工作 得到了音乐 名家的传授指导 当时我们的老师呢 就是李穆良 李世纪 还有唐在心 还有上海的 上海的特别有名的琴师 现在他身体也不好的 游击税 并且呢 我们的 我们这些人 跟陪着我们 还有一帮 各个京剧团的乐队 你就反正是给你 给你一个盘 你就听吧 听完了你就在琴上找吧 找完了以后 就由他们来给你伴奏 完了你就 我这个人呢 我今天把这小本也带来了 四十多年的 当时的那个小本啊 我这个人那么死心痒 那个录音组结束了以后呢 我这不是一直的 我觉得 这磨碎不行 我 我还得继续 就这么 还得要学 这么样 我呢 就前几个月 就出了 出了十八段 是吧 我用二胡来唱 唱这个各大流派的 这个唱腔 在七十年代 又有幸参加了民族契乐 学奏京剧唱腔音乐的音乐组工作 得到音乐名家的传授指导 当时从全国选调了弱干明 二胡笛子 琵琶 古征等演奏人员 集中到北京进行 京剧唱腔的学奏录音录像工作 其主要目的是为了调查研究 探索民族契乐的表现力 继承发展和创新 广大和创新 扩大演奏的路子 并不是现在有人说 是为了中央首长的修身养性 不是这样的 不是这样的 如果要是这样的话 那我觉得好像有点歪了吧 可能那会儿 因为有的人呢 他要很短的时间他就走了 所以他没有 那我那个上面 我那小伙儿 我现在后边都讲 为什么要成立录音族 是叫你们干嘛的 就是摸底 今后这民族契乐的路子 怎么样走 当时是这个目的 我参与录制的词曲 诗词歌曲 白鸡玉的常诗琵琶行 在那个期间呢 我还跟王范蒂老师 张晓辉的肖 李真库的五 就是中央音乐玄契乐系主任 打击乐的系主任的五 我们四个人排了一个全本的琵琶行 他讲 巡洋镜头也松壳 风夜的花 岂有瑟瑟 主任下马可再传 他从头到尾整个把琵琶行的全施 所以我觉得呢 对我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 后来我回来以后呢 把我们当时录的那个录音 王曼丽老师后来给我专门副领的 我就给我的队长 听 他说蒋德真棒 这是你伴奏为歌为唱伴奏最好的 最好的诗器 也是最好的一个见证 所以我这个人呢 我挺幸运的啊 据说曾宋中央毛主席听过 并得到好评 也可能这是目的之一吧 当时呢 就是包括这个琵琶行 包括我们用二国拉的这个精细 不是为了什么他们身体都不好 什么给他们的 不是这个 而我那本人记得很清楚 就是摸摸底 看看今后 因为那本样板戏已经出来了嘛 民族气乐到底应该怎么走 是这么回事 经过两年多艰难的学习探索 使我的歌唱性演奏能力进一步得到了提高 同时也更坚定了我认真学习 努力传承中华民族传统音乐的信念 直到2015年 又学习演奏了四大徐生之一 西小博先生的代表性唱段 《白地成》 几十年来 共积累了诸多流派的唱腔十八段 我在这里边我也要实事求是的说 我也非常的非常的遗憾 西小博的最精彩的《白地成》 我死活就轰不下来了 因为他的唱腔太讲究了 我也是明年就七岁八十岁的人了 所以我非常的后悔 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遗憾 因为西小博她之所以 她是四大徐生之一 她之所以是把她排在了一个马坛西洋 而且我跟她还有点亲近关系 她的母亲是我母亲的亲姑姑 她们都是满族人 我也跟大家实事求是的说 这个赖我 我这个下手太晚了 因为她这段唱腔特别特别的好听 是吧 非常的遗憾 下面谈第二个问题 就是为什么要学京剧 怎样学 京剧是什么 是吧 为什么要学 第二个问题 如何学习演奏京剧唱腔音乐 学习演奏京剧唱腔音乐 要掌描正确的学习方法 根据我国戏曲音乐的特出规律 和我多年探索中的领悟 总结出了四十个字的口诀 这就是 这就是 分清流派 看 进入角色 认真学唱 行枪 行枪准确 行枪准确 指法随枪 指法随枪 攻随枪走 自断枪连 声中有情 行神兼备 是吧 我想呢 我后来我也想 我总结的这四十个字 恐怕 是吧 你学歌也好 你用琴来奏歌也好 你用琴来奏 唱其他的乐曲 其他的民间的戏剧 也好 恐怕都是一种 我有的时候 我这个人比较知道 我给大家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 一条大河 我曾经看过人 如果是 你是把它变成纯契乐曲了 是吧 你经过了加工 把它丰富了 那是另外一个事 如果是你要拉歌 那恐怕是不是就应该是 就是自断枪连 一条大河 破浪拐 而后 反攻 风吹满地 香凉 应该是这样 是吧 结果呢 我也曾经在舞台上看见 咱们年轻的人 一条大河 破浪拐 他整个一个 一潭死水了 所以我也就总结出来 自断枪连 一条大河 当然我这个不一定对啊 我这个人呢 我希望有争论 都不错 都不错 其他的内心 何必呢 都把自己也给骗 把别人也给骗 何必呢 是吧 我觉得呢 所以这两个人想 我很直啊 所以凡是这么几十年来 凡是人家都 讲的 你应该这碗 是不应该那样就好 是吗 果然人说的就对 因为这样 好了 过一会儿 我要和黄小琴同学 一起通过两个唱腔的教学过程 具体解析 这四十个字的口诀 现在我首先强调一下 其中的认真学唱和声中有情 这八个字 我下边要说这几个字 认真学唱 能不能演奏好京剧唱腔音乐 我再重申一遍 我这个不只是说京剧长强 包括其他的戏曲 包括歌伴奏 大家都知道 马亦涛独唱 二重唱 张真凤 葛梅凤 我们战友 吴布兰 我是领弦的 我是主奏乐器 所以他们在台上唱的 我从来没带过土子 我都是拖啊 包啊 那么这首歌 杨琴呢 其他的伴奏乐器 他才能够好跟我 随那会儿的 战友公团的 是吧 这个小乐队 非常的有影响 是吧 就是认真学唱 能不能演奏好京剧唱腔音乐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各派京剧大师的唱腔 都是经过精雕细课而成 只有认真学唱 逐字逐句的去体会其土字形腔的微妙变化 从中去体会出音乐的韵味所在 才能真正学到他们对音乐处理的细腻和表现手段的多样 然后融入到自己的演奏中去 只凭乐谱上的死音符去拉琴是学不好的 要从开始学到每次演奏时 心中有的是友情的唱词和剧中人物情感的起伏变化 只有这样才能拉出动人心弦的音乐来 所以呢 我把这个第一句话是分清流派 第二句话就是紧接着去认真学唱 下面呢就是声中有情 琴声是心声的反应 是演奏者内心情感的自然流露 演奏中对技术方面的要求 只是衡量二胡演奏 优劣的一项最起码的标准 最最重要的是把曲情奏出来 把曲意表达出来 所以听众创造一种意境 使剧中人物的风采 风韵鲜明的呈现出来 这样的演奏才能生动感人 使人回味如穷 这才是我们应该终生追求的 绝不能满足于得到一个廉价的好字 就是不管你那什么余地那什么有情 你是什么 而且要把你丰富的手法 是吧 我本时我能把 就是 你去答 曹亚亭 曹亚亭 这个呢 就不要太粘乎 是吧 她是一个老生嘛 是吧 余书员 余书员 是咱们个国家 到了前輩裡邊的老生裡邊是影響最大的一位老先生。 另外這一段就是那種很自信的很自豪的馬懷信心的那樣的一種感覺。 是吧?我本是這三個字把它吐出來。 這個是,每個這個回話也要吐出來。 好,千萬不要黏過。 下邊這一句。 凡是這樣的滑的,你不要,它是一個男性,它是一個大將軍。 好。 太好了。 下邊,小單的人。 這個滑柔呢,幅度稍微大一點。 走。 好。 非常好啊,非常好啊。 這個把它拼出來。 是吧? 好。 好。 平面一樣。 一、二、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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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呢 好 这个呢 好 心里 好 停 弦 这个呢 这个呢 拉在那边稍微这样一点 千万不要太硬了 好 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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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 往下来 御家三行 好 好 停 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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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这个笨呢,这个余书园对大家非常赞赏的这句,它叫喷口音 我喷不出来,把这个顶住三个 把工作搭在成为大一点,好,好,往下来 这个回划稍微大一点 冠荒岛 无相同 只敢帅业 那种自豪的,那种自豪的 无相同 能不能够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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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架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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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架 中文字架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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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